欢迎大家收看六度香港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英国工会处港府释放47人 逾百人中国使馆外集会 数码警政新时代香港警务处网上服务申请平台 今推出三款许可证申请电子化 李居民跑马地催望红栏神秘路线 李居民大师会客室 警队体康嘉年华网南结束 一哥亲手炮制棉花糖灵系录 Kelley Online 网球 中国网球巡回赛香港站 黄骏坑王康杰 南双城王 请大家收看 英国工会处港府释放47人 逾百人中国使馆外集会 自由亚洲电台 总结 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应出现案被捕 英国工人组织在中国驻英国领事馆外举办示威活动 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多个英国工会成员 海外组织代表和在英港人参与了示威集会 此外 英国多个地方也举办了声援活动 案件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 立即将花费10天进行结案陈词 数码警政新时代香港警务处网上服务申请平台 今推出三款许可证申请电子化 新岛日报 香港警务处推出了香港警务处网上服务申请平台 为市民提供方便的网上申请服务 首阶段提供的服务包括边境禁区许可证 道路活动许可证和外景拍摄许可证的申请服务 市民只需在网上平台提交申请 进行网上支付和查看申请进度 无需亲自递交相关文件 此举是为了落实香港特首提出的目标 即到2024年中之前 将所有牌照申请和批合服务全面电子化 在新的网上服务申请平台上 市民只需使用一个账号登入 即可申请多种网上服务 减省排队和填写大量手写表格的时间 平台还提供全面的数码服务体验 自动填写表格的大部分内容 无需重复输入资料 市民如遇到问题 可致电24小时支援热线求助 警务处还计划推出第二阶段的服务 包括申请犯罪记录查核 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查阅形式定罪记录资料等 此举旨在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服务体验 此外 警方还将推出电子边境禁禁区证系统 市民可以通过网上服务申请平台 申请各类型的电子边境禁禁区证 申请处理时间将缩短至最少三个工作天 成功获批的禁区证将通过电子形式发出 市民收到通知后 只需登入平台下载和打印电子边境禁禁区证 过程简单方便 总之 香港警务处推出的香港警务处网上服务申请平台 为市民提供了方便的网上申请服务 市民只需在平台上提交申请 进行网上支付和查看申请进度 无需亲自递交文件 此举旨在提升效率 节省时间 并落实特首提出的目标 即到2024年中之前 将所有牌照申请和批合服务 全面电子化 警方还计划推出更多的电子服务 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服务体验 李居民跑马地催往红栏神秘路线 李居民大师会客室 新岛日报 根据这则新闻 香港的跑马地地区被认为是非常旺桃花的地方 根据生肖来看 属狗、属鸡、属猴的人搬去跑马地住 有助于催往红栏心 增加桃花运 属鸡的人每天中午坐车路跑马地都一圈 也能催往红栏心 属老虎、属兔和属龙的人 如果住在水边 如望到泳池或住河边 桃花运会比较旺 属牛的人只要养猫 就能催往红栏宫 属猪的人 从2024年2月4日开始 一整年都可以享有红栏心动 同时也有机会添丁 此外 水的品质也会影响桃花运 如果水质较灼或有污染 桃花运可能会与赌博等片门行业有关 总的来说 根据生效和居住环境的不同 可以催往红栏心和增加桃花运 警队体康嘉年华晚晚结束 一哥亲手炮制棉花糖灵系录 Kellie Online 新岛日报 这天新闻报道了香港警队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体康嘉年华2023》活动的情况 活动吸引了12800名警队人员及家属参与 设置了各种运动和艺术摊位 同时还提供了心理、福利、职员关系和支援服务的游戏摊位 警务处处长肖泽宜亲自参与了活动 为小朋友制作棉花糖 此外 活动还增加了狗狗游戏区和光影龙雪打卡区 让参与者既有看的又有玩的 活动还举行了庆祝典礼 由警察乐队带领全场合唱护航湾区 为活动增添了色彩 网球 中国网球巡回赛香港站 黄骏坑王康杰男双称王 新岛日报 中国网球巡回赛建行亚洲香港公开赛 在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 举行了男女单和男女双的决赛 黄骏坑和王康杰赢得了男双冠军 特日格勒获得了男单冠军 鲁金金获得了女单冠军 在女双决赛中 王美玲和郭美琪战胜了鲁金金和寻方颖获得冠军 赛事筹委会主席表示 这次巡回赛的顺利举行有助于推动运动产业化 让更多市民接触网球运动 并为香港的发展开辟新篇章 中国过江龙砸钱买地建房 霸气不在 联合早报 这个趋势的出现 可以归因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高利润潜力 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 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高利润潜力的市场 在过去几年 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 一直受到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影响 价格相对稳定 这使得外资发展商 特别是中国发展商 看到了在新加坡市场获取高利润的机会 二 华人市场需求 新加坡有着庞大的华人社区 这些人对购买房产有着较高的需求 中国发展商进入新加坡市场 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需求 同时也能够利用他们在中国市场的资源和经验 吸引中国购房者 三 地理位置优势 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 地理位置优越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中国发展商进入新加坡市场 可以通过自己的品牌和资源 吸引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购房者 四 政策支持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欢迎外资发展商 进入本地房地产市场 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支持 以吸引外资发展商投资 这些政策包括简化审批程序 提供税收优惠等 总之 随着中国发展商进入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数量不断增加 可以预见这一趋势 在未来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这也将为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 带来更多的竞争和机会 天网扫方圆宣传香港展5G 靠郭富城特训 透视装油水上乐园引热议 新岛日报 郭富城的妻子方圆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跳舞的视频 他先是身穿粉色连身短裙与米奇老鼠机长 并展示了可爱的舞姿 然后他换了一个造型 身穿白色透视一配粉红短裙 在水上乐园中跳舞 这个视频似乎是为了宣传香港旅游业 虽然方圆的舞技不如丈夫郭富城 但他的可爱形象赢得了网友的喜爱 郭富城一直以来都是舞台上的王者 他的两个女儿也被他感染上了舞蹈的热情 大女儿Shantelle在爸爸的演唱会上随着音乐起舞 被认为是郭富城最有接班人的候选人 而小女儿Charlotte也在中秋节表演中展示了可爱的舞姿 方圆也曾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跳手指舞的视频 最近又再次展示了自己的舞技 郭富城的舞台魅力不仅仅影响了观众 也感染了妻女们爱上舞蹈 郭富城和方圆结婚已经六年了 他们育有两个女儿 郭富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他非常爱护妻女 在圣诞节的时候 他还扮演圣诞老人 给妻女们送礼物 他们一家四口经常一起外出玩乐 郭富城也经常陪伴妻女 方圆也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和女儿们的亲子时刻 他们一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 展现了幸福的家庭氛围 香港散步客 发掘地图没有的道路 BBC News中文 警号Shorts 警号香港警号街警 警号打卡警号地图 BBC News中文 黄雨萱相信 城市漫步能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和连接自己所在的城市 透过漫步 人们可以观察城市中的细节和变化 并且体验城市的氛围和文化 这不仅能带来快感和娱乐 还可以丰富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和感受 黄雨萱的工作旨在推广城市漫步 并鼓励人们在城市中进行散步 观察和探索 以增进对城市的理解和连接 香港航空 11点27一连8日推5万张优惠机票 早上时时开抢 赴抢非连结 新岛日报 香港航空宣布为庆祝成立17周年 退出一连8天限时机票优惠活动 优惠机票共有5万多张 票价低至210人起 覆盖14个航点 包括中国内地的杭州 上海浦东 成都天府 北京大兴 南京 三亚 海口 日本的东京 雄本 大阪 冲绳 米子 韩国的首尔 以及泰国的曼谷 优惠机票将于明天早上时时开始售卖 旅行日期为11月27日至2024年6月初 值得注意的是 优惠机票不包括计仓行李 香港紫金党发起联署 促特赦反修例被捕学生 联合早报 香港反修例风波中 已有超过1万人被捕 其中约6000人至今未被起诉 紫金党星期天发起市民联署 要求特赦被捕学生 并加快审理他们的案件 紫金党表示 年轻人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自身 也受到国际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偏差的影响 他们认为 责任应该落在香港的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身上 特别是教育机构和教育者 紫金党呼吁政府修补社会裂痕 凝聚人心 帮助被捕学生解决升学和就业中的困难 他们指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使得社会秩序得到恢复 应该加快审理反修例案件 对未被起诉的6000人进行合法处理 并对涉及轻微案件的学生采取宽大处理 并进行正确引导和教育 紫金党是由中国大陆的海归派人士组成 在2020年成立 主席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李山 同军会同乐日宣扬知识产权重要性和佩山出席称场 新岛日报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游戏、展览和表演等形式 让同军成员和公众了解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活动中还举办了摊位游戏设计比赛 鼓励同军成员发挥创意 此外 还邀请了香港海关搜查犬表演和虚拟实际游戏 增加参与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了解 海关一连两日机场接受管制干预赤 巴西南旅客带130万人或被捕 新岛日报 香港海关在11月24日 侦破了一宗航空旅客携带受管制干预赤的案件 供减货超过450公斤的干预赤 这些干预赤中包括了怀疑 属于受管制冰威物种的干预赤 估计市值约130万人 一名35岁男旅客从巴西京埃塞俄比亚抵达香港时 申报了这批受管制物品 并出示了一张无效的冰威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文件的照片 海关人员随后发现了这些受管制干预赤 并确认他们是受保护冰威动植物物种条例管制的冰威物种 这些案件中 不法分子还企图使用伪造或无效文件 并将未受管制和受管制的干预赤混在一起 以逃避海关的侦查 剑机 香港2026年主办市井赛 剑神张家朗有主场争金 新岛日报 国际剑机联会宣布 香港将在2026年主办世界剑机锦标赛 这是香港首次举办这项重要的剑机赛事 届时 奥运男子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有望在主场争夺奖牌 这也是香港即2017年举办亚锦赛后再次承办大型剑机赛事 具体的比赛场馆和地点尚未确定 但启德体育员和2025年粤港澳拳运会的举办将提供机会 这次赛事将为香港市民提供近距离观赏世界级剑机比赛的机会 梅艳芳王丹妮不办婚礼 梅艾芳廖子余认姐妹 联合早报 王丹妮感激所有关心她们的人 并表示很开心和感恩能有亲朋好友来见证她们的婚礼 婚礼照片中 王丹妮的姐妹团穿着紫色长裙 看起来非常仙气飘飘 姐妹团中包括了艺人高海宁和在电影《梅艳芳》中扮演梅艾芳的廖子余 其他伴娘则是王丹妮的模特好友 两岸 香港2023年以一场假选举作结 RTI央广 香港区议会选举即将举行 但选举的民主成分大幅减少 政府直接与间接委任的议席占据了绝大多数 只有不到两成的直选议席需要爱国者身份方可参选 因此 民主派几乎无法参选 整个选举过程缺乏可看性 这种情况下 选民的选择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如同麦都点餐班 名字不同但本质一样 最终发现麦完了 此外 政府还通过资金补贴建制政党来维持其议席数量 这种选举模式严重削弱了民主派的存在和影响力 区议会本来是处理地区事务和居民纠纷的机构 但2021年开始 大量民主派区议员因违法宣誓而辞职或被剥夺资格 政府以剩余议员不足为由 暂停了区议会的财政权利 并将其转交给政府部门审批 而且 根据香港律政司司长的说法 区议会没有监察政府的权利 甚至没有限制责任成立的必要性 这意味着即使区议会的议席由明显产生 也无法对政府进行监督 区议会实际上成为了政治花瓶 这样的选举模式和区议会的角色削弱 使得选民的选择权几乎被剥夺 民主派的存在和影响力被严重削弱 政府通过资金补贴建制政党来维持其议席数量 进一步加剧了民主派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 香港的选举制度急需改革 以保障选民的选择权和民主派的存在 只有在公正和透明的选举制度下 香港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